你先看小说吗 小说 你先看小说吗 你干吗呢 你想什么 你干啥呢 您想什么 走了 韩非 干吗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 你的身上有一股薰衣草的香味 没有啊 我用的是柠檬味的沐浴露 怎么可能有薰衣草的味道 那你知道薰衣草的话语是什么吗 这次考试运动系统会比较多 技术画图吧 这样比较好记 好 韩非 你渴吗 有一点啊 那咱们上去喝点东西 好 好 谢谢 怎么了 我脸上是不是粘到 别动 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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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干什么呢 洗衣服呢 这掉臭水沟里了这么当 咖啡到身上了 怎么这么不相信 就是电视剧 都不能信我跟你说 怎么回事 你这幸好没有成功 怎么还幸好了呢 这要我不是韩非喜欢你 你今天这招都不叫撩妹 你知道叫什么吗 招什么 信骚扰 你这搞不好又被抓起来 不是 电视剧里的男主角更过分 都直接亲上去了 我还是拿餐饮池给他擦擦呢 那 你那都是老舅的霸道总裁的套路 韩非不吃这一套 那你觉得韩非吃了吗 成熟稳重大书行 这个啥时候不太浓 不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韩非怎么会喜欢大书呢 年纪大有什么好的 这应该也不是大特别多的那种 就是大两三岁 重要的是成熟嘛 带一点文艺气质的 会点乐器啊 会做点饭啊 事业有成什么的 不用说 不用说白真语啊 你去哪儿啊 洗衣粉 我不是故意打啊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么巧啊 你们也在 桃子 你上次借我那个洗衣粉 是薰衣草味道的吗 怎么了 吴景浩昨天说 我身上有薰衣草的味道 对 就是薰衣草的味道 这都问得出来 这要么呀是离得很近 要么就是吴景浩的鼻子挺灵呢 投资款小点什么 别人股包括别人各人股 别人股 我给你小人股 潘飞 你看这是什么 洗衣粉啊 看字 吴香小 好 最近复习和整理酒吧辛苦了 要不要去吃牛排 牛排 什么牛排 吴景浩突然说 要叫我去吃牛排 你看 都要考试了 他还想着请你吃牛排呢 那我跟他说换个地方吧 不是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 这种时候重点是吃牛排嘛 重点是他应该要表白了 不是吧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你知道余晗最近被处分是怎么回事吗 您是说他跟韩非的事吗 您是说他跟韩非的事吗 吴景浩 你怎么最近特别喜欢穿衬衣啊 没有啊 我一直挺喜欢穿的 怎么了 没事啊 就是觉得你这个衬衣的颜色 还挺成熟的 是吗 谢谢 你慢用小心烫 嗯 吃吧 烫着了 你慢点啊 吃吧 吃吧 还真是又成熟又稳重 细心又体贴 好吃吗 嗯 味道还不错 但是 你觉得还不太熟 我喜欢全熟的 我点的就是全熟的 这外表看着也挺熟的 是不是还不太熟 好像确实有点不熟 我就是说吧 嗯 嗯 就跟你一样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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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刚才没吃饱啊 嗯 牛排还不太熟 我不喜欢吃 哦 哎呀好了 不可以说了 那吃吧 我不吃了 我刚才吃了两块牛排呢 好吧 知名艺人白振宇 于今天上午 在永龙体育馆彩排时 因五台升降设备 而意外受伤 现已送入临北医院 经济公司对外表示 白振宇经过检查 已无大碍 但基于对艺人的保护 公司将暂停白振宇 近期的所有演出 你感到一下 快遇到了 快遇到了 这雨如果是穿越回来的话 应该可以避免这件事啊